新北市已經有很多社區設置太陽光電 聽說這個大樓有 會不會拍到有人在屋頂上曬太陽 有人在屋頂上曬太陽 為什麼會在屋頂上 可以zoom in 沒有,我已經拍4K啦 有沒有看到他 這個屋頂上是怎麼樣 沒電喔 真的假的 空拍機在哪裡啊 先讓他下來吧,要不然待會不見了 可是現在沒有地方下來啊 你不然找個屋頂就給他掉下來 屋頂喔 他真的要掉了 不好意思喔 這是我們的空拍機 在附近空拍 然後沒電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你在曬太陽喔 對 不好意思 這個社區電費很高嗎 算高嗎 還好耶 那你想不想再省一些電 好 你好 許叔 你好 黃姐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家樓上也可以裝太陽能嗎 要裝太陽能的話 因為那是公共區域 所以我們可能要經過整個住戶大眾 大家一起來同意 才有辦法來安裝 等一下,每個人都要同意嗎 表決過半以上的同意 這樣就可以了 政府在2017年提出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 不但是工廠或公有屋頂 可以裝光電板 一般住戶的屋頂 也可以裝太陽能板 能使屋頂降溫2-4度 延長本身壽命 現在不用出選 還可以賣電 增加收入 嗨 副主委妳好 是這樣 我們住戶華爾街 希望在這邊大樓 上面來裝太陽能 你這樣幫我們審戶 省電 鄰居嗎 是 好久不見了 你要幫到不到樓上裝太陽能板 裝太陽能板 裝太陽要幹嘛 我還是記得 我們以前舊社區 就是不小心去採到有點粗電 這個安裝最後還要經過台電 還是要省了是怎樣 那應該就不會有什麼 真正安全上的疑慮 這棟有幾戶 40戶 我們要至少問20個人同意 才可以過半 是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 真正狀態下是不可能 可能一戶一戶拜訪 就算拜訪 用嘴巴講 到時候沒有文字 沒有那個就不行 要開會 一定有所謂會議紀錄 最重要是會議紀錄 OK 在屋頂重店也太多優點了吧 可以省電省錢 也可以減少依賴火力發電 對地球好 但是我覺得 也許它最大的障礙是 它的安裝費非常貴 你裝幾年了 沒有 就幾個月而已 我這裡裝了一百多片 一百三十幾 一百三十幾片 大概是兩百多萬 那一個月大概可以 所以平均嘛 平均一個月兩萬多塊 應該不到三萬塊 你說賣給台電 是 是 政府在推綠能 但是有什麼壞處嗎 就是你裝了之後 有發現什麼麻煩的地方 目前為止 還OK 所以這個還幫你 裝一個這裡盆 是 對本來是要裝這裡盆 這裡盆的話 你如果鐵皮 它是違法的 那維修會不會麻煩 靈電器可能會 壽命大概五到七年左右 OK 比較怕的是大地震 大地震可能也沒辦法 你會推薦給你親戚或朋友嗎 如果他們也有一樣的條件 當然會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不會那麼熱啊 滾泥土不會那麼熱 因為上面有太陽能感 遮住 冷氣的耗損 不需要花那麼大的力氣去冷卻 那兩百多萬是你自己先出嗎 當然 當然 OK 那你覺得要多久才能把這個錢賺回來 我們可以算出來啊 大概七年吧 七年多吧 應該不到八年 因為這都是你自己付的 對 還有其他效益啊 停車效益 還有熱眼效益 你預估它的壽命會多久 但面板至少都二十年 這是保固的 就是裝太陽能板有什麼壞處 沒有什麼感覺 就跟我們遮陽板一樣的意思 它其實在樓上 不關我們事情 你會推薦給朋友嗎 會啊會啊我倒會 我是覺得 OK說老實話 那個東西你看 跟這一門一樣啊 也可以遮雨啊 其實它中間有漏洞 可是你 你要是說不完全 在樓上的話 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好像蠻好用的 真的假的 對啊 還是有些 疑問要 釐清啦 製造那一端啊 然後後續如果壞掉 它要怎麼回收啊 這些這些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問題 你去裝那個 它就是變成一個遮雨膨 我覺得蠻好的啊 變成一個合法的可以使用的空間 因為你現在屋頂不能加蓋 屋頂還沒有什麼其他想法的時候 比如說有些人屋頂想要種個花園啊 或者游泳池啊 是覺得你就是要看看那個合約的細節啦 其實細節很重要 每一家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蠻推薦的 我蠻推薦的 那你自己會裝嗎 我們屋頂已經有人有蓋的東西了 你屋頂上已經有 有人 有些住頂樓的都會把屋頂屬於自己的 對對對 它就是這種 對對對 綠能是未來的趨勢 政府訂出2025年 太陽電裝置容量 高達200億瓦的目標 不用加深土地的負擔 屋頂光電是目前可以努力的目標 跟你的鄰居與官微會溝通 看能不能在屋頂重電